画面现场是基隆少年合唱团举办的创团音乐会 特别邀请到基隆港合唱团等多个合唱团体共襄盛举 以及企业团体赞助 共同来推广基隆的儿少合唱音乐教育 因为我们就是有感于基隆没有青少年没有少儿的合唱团 我们觉得现在台湾的合唱的环境也在萎缩中 可是基隆有一群孩子非常喜欢唱歌 我就想说给他们一个空间给他们一个唱歌的原地 所以我就召集了我几个好朋友都是基隆在地的音乐老师 合唱老师还有很多很优秀的音乐家 召集他们一起组了这一个基隆少年合唱团 我们为基隆有创作基隆我的家这首歌 其实我们这个合唱团就是立志就是立足基隆 放眼台湾甚至走向这个世界 我们的目标每年一首为基隆的创作 那在去年我们已经完成了基隆我的家 这个伟桌创作的作品是由文化部补助 补助专款让我们可以创作的 基隆港合唱团也是基隆非常有名 而且非常棒的一个混声合唱团 我自己本人也是在那边当下他们的指挥老师 然后他们的团员非常的认真也非常用功 唱得非常的好 我就希望能够借由他们的力量 当我们孩子的表率一起参加这个活动 让孩子们看看这些叔叔阿姨唱歌的活力 如何努力的练习也可以让他们学习 那三十多年来 基隆港合唱团到大街小巷甚至到城乡 都去做公益的活动 那这一次我们能够跟基隆少年合唱团 来一起联合演出 我们觉得非常的荣幸 而且相当的具有意义 基隆港合唱团的团员从三十几岁到八十岁 那这一次我们结合了少年合唱团 所以从国小一直到八十岁的一种人士 都参与这一次的活动 这也是代表着基隆地区这种合唱团体的一种经验跟传承 透过这样子的一种活动 我们彼此来学习 让合唱的这种活动在基隆市能够更有发展 我们一年就是两次的招收团员的活的时间 一个在今年的二月份 就是寒假一次跟暑假一次 想要参加我们的团 就是可以上我们的粉丝专业 搜寻基隆少年合唱团 就可以找到相关的讯息 小爱爸爸市长谢国良 与议长童子伟 都到场聆听音乐会 肯定师长的付出 支持基隆的音乐教育 那我非常感动 因为在这个少子化的年代 让很多小朋友如果想唱歌没有机会来练习 那我想在文化中心我们这么漂亮的一个演艺空间 让小朋友来演出 未来可以吸引更多的喜欢唱歌的人来一起参加 那今天还有基隆港合唱团 海燕合唱团 还有这个信义国小合唱团等等 相信未来我们基隆市在这么多的努力之下 会成为一个音乐文化的一个港督 基隆少年合唱团是基隆唯一 针对儿童及青少年成立的音乐团体 针对5到17岁的儿童及青少年进行招生争选 培养合唱基础 希望透过音乐教育培养儿少的兴趣 也让孩子们度过欢乐的童年 记者陈淑萍 基隆报导